大家好 我是碳海一言阿峰 今天晚上的水看起来非常不错 今天白天啊 错失一次赚钱的机会 所以今天晚上来交个帮 看今天晚上能搞多少 年关相近 用钱给紧张了 好了下水 打个小狗泡 开个 呼 第一浅下来看到一条筋骨帽 可惜让它跑了 不过硬气还算不错 这也证明了近段时间没有人来这里闷过 回到水面调整好呼吸 然后我们第二浅又来到海底 这次看到一条黑雕 不过看它个头不大 大概也就七八两 对它的兴趣不大 季节的原因 现在的海底 到处都充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虾米 这个就是虾皮的原材料 个头也就这么大 换跑了刚才那条小黑雕 一般情况下 后面会出现一条更大的 收获对一条 好 干啦 掉了 还好没跑 又是一条黑雕 只要想打它 几乎没有跑的前面 但是打了它之后 我非常的后悔 环顾一下四周 这里黑雕非常多 还有比它个头更大的 很无奈 我一口气下去 只能是打一条鱼 嘿 I got a look 啊 黑雕窝 装好一键 拉好鼻睛 这些动作 比白天操作起来 要更难 又是一条小黑雕 大概就半斤左右 我还是非常明智的 让它离开 说不定后面 还会有更大的 这一浅 我来到了九米左右的深度 每一次在海底停留的时间 大概都在一分半 然后我慢慢的搜索 然后我慢慢的搜索 啊 哈哈 呦 干了一条这么厚 石斑石斑 啊 现在打了一条石斑 信心大增 也就下了十次 打了两条黑雕 一条石斑 现在信心爆棚了 准备下去 再搞 把那个黑雕窝搞一搞 起码还有七八条 好继续盘了 哇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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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喂 太郎 海蓝平常我们白天打得很多 这一次例外 晚上第一次打到海蓝 多种因素加在一起 一感觉今天应该会有一个小爆发 这条海蓝打碰的位置并不好 没有一叉必命 海蓝有比较锋利的牙齿 所以一旦它对我们发起攻击 也是相当的危险 而且它还有挣脱跑掉的可能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 啊 被我抓了 拖了 刚好进超完就拖了 跑出来 这种情况 硬气算是非常的炸裂 打鱼这么长时间 这样跑鱼还能抓回来 真的是为数不多 黑鸟 它吃着 想拔它头 继续 这种纸 最后一条刀,两三斤 今晚夜前最激动盐心扣盐心田的一幕即将到来 这条大石斑的块头 已经超出了我手上拿的小短炮承受的极限 所以我很果断的选择回到水面 你不能有意把它换装备 因为这条鱼的紧急性很高 正式的开启了我跟它的斗智斗勇 由于本期视频的时长已超过了 会导致卡顿 所以这条大石斑能不能抓到 我们明天继续